另外两位大分的合作 目前也在业界创下了话题 这位是因业达的创办人 叶国一 另外一位是房地产 有鬼才之称的侯西风 两人合作 要在高雄盖最贵的豪宅 目前高雄豪宅呢 每瓶大约是28到32万 他们两个要挑战 每瓶50万的天价 而叶国一表示 自己也保留了顶楼的这一户 我们今天有13家银行出面 宣布连带37亿 让建案顺利在9月开工 捕龙50身中 科技大佬叶国印方参会 才侯西风合作的 高雄最贵豪宅建案正式曝光 土地银行 台银高银等13家银行代表 排排座正式签约通过 37亿连带案 资金顺利入带 豪宅预计9月正式动工 面海第一排 每一坪呢 它的标准平数是 每一户标准平数是238坪 总共只有34户可售 那到目前为止 已经收定金的 已经收到11户了 还没开卖 第一排的海景豪宅 已经三分之一被下定 就是这么抢手 让银行争相贷款 这栋38层高耸大楼 未来不仅是附近最高 也是当地少见 一层一户大平数设计 未来里面还有雪茄室 麻将室与健身房 搭配五星级饭店室管理 希望吸引从南到北的富豪 南下置产 这片建地准备要刷新 高雄的豪宅记录 总销售金额预计有90亿 当地房传业者保守估计 未来成交金额 可能会在每瓶 35到40万之间 但是县商为了要冲到 每瓶50万的天价 准备在顶楼清建 一个360度景观的私人会馆 这是希望透过各种的高规格 来吸引消费者 以上是中间新闻 黄宝彤 蒋新梅 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小静 一会儿 好 好 Especially